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来聊一聊 8月12日那天 CCK清泉钢基地开放的时候 现场的一些成展的装备 来替大家做一个介绍 也帮大家复习一下 国军的相关的装备 那不过我还是要替空军讲一下话啦 就是上一次开放是2017年 当时的市长是林嘉隆市长 当时台中市它配合CCK开放 动员的输运的能量 跟这一次比起来 其实差距非常大 所以这一次几乎只有靠CCK 他们自己当初的规划能量 在进行相关的交通接驳 所以这一次涌入的人潮 我其实现场我预估啦 应该是有超过10万人 所以大家怨声载道 我觉得不用针对空军 因为出了基地 这个是台中市政府的权责 而且其实空军连他们的军用大巴跟中战 没有力的中战都出来再运输了 所以我觉得基地内的等待啊 其实当然也有关系是 主办单位它的有关交通运输部分 它的委外厂商当然也要负责任 其实基地这边你可以看到每一个点 它的官兵啊 其实都就位都是相关的安排都有做到了 我觉得这一次的责任不完全是空军的责任 所以大家可以平心静气看这件事情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成展的内容 那有很多同好他们已经有单眼相机 还有很多记者有精彩的影片 大家可以过去观赏 像雷虎小组的表演啊 也非常的精彩 那因为12号当天其实空军司令在现场 所以感觉上飞行高度有调高啦 没有像以前那么贴近地面 不过还是相当精彩 几次的冲场像IDF啊 幻象啊还有F-16都有冲场 那咏音也有5G编队冲场 我觉得咏音的声音啊 其实有狼嚎的那个感觉 那个feel 不知道其他同好有没有类似的感觉 所以这个我觉得 咏音啊还是蛮有趣的 少了后燃气 其实它引擎声音跟IDF 有一点点不一样 从我下车的地方啊 其实比较近是从P3C开始 P3C这个在屏东连队的啦 屏东就是运输 繁潜 预警 电站 都在这个连队 那这个P3C 其实还蛮大一支的 就跟C13栋 没有差多少 照道理讲 在别的国家 这个飞机应该要归海军 所以我是建议啦 空军可能可以把这个再移回去给海军 让空军啊把那个编制控出来 然后再扩编它的战斗机跟预警机 还有电站机的这部分的机队的规模啦 因为这个毕竟反潜作战啊 这个还是可能给海军会比较好 对于他们反潜能量的建立啊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这一架是C13栋 我们是H型 然后国外你看它螺旋桨 我们是四片叶子的 这是H型的特征啊 那J就会是八叶的镰刀的那个螺旋桨 那这个机号是E317 它是比较晚买的 就是第二批买的 那这个这几年一直有在讨论说 是不是要再升级 或者还要再买新的运输机 所以这个期待啦 还是要有啦 不然我们的C13栋其实是减配的 就是它没有连雷达警报器这些 就是应该有的基本的这些 像热燕弹啊干扰师啊的这些 防卫的手段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们真的是纯运输啦 然后再加上台湾的地 其实没有那么大 所以它的起降的频率就比较高 所以我们的结构的耗损 其实是比一般国家还要大的 对啊 这个雷达警报接收器 这些配备都没有 也算是比较少见啦 其实我们可以对照 像那个UH-60 我们这个黑鹰直升机 你看它这个它的防护装置啊 这些自卫手段啊 就以应俱全嘛 等一下看到这个UH-60就可以看得到 这是E2K 当然K是台湾这边空军自己给的型号啦 原厂甚至美军它还是叫E2C2000啦 它这个就是八页的螺旋桨 所以这算是比较新的型号 不过现在目前有最新的是E2D CD的D Delta 所以这个飞机是美国海军在用的 那目前可以跟它连线只有F-16 因为有那个Link-16啊 这个北约的我们之前博胜案 我们有做这个连线的这个设备 可是IDF跟幻象2000就没有办法 所以要用语音来引导 这都是公开资料 帮大家复习一下 这就是黑鹰直升机 那我们可以看到黑鹰直升机的机首 左右各有一颗黄黄的 那个就是雷达警告器 那它总共有配置了雷达警告器之外 还有红外线反制系统 还有通用飞弹警告系统这些 所以你看黑鹰直升机这么小一只直升机 它就有基本的防护的设备 可是我们那个13栋啊 C13栋都没有 纯运输 所以有时候都怀疑它到底是军规的 还是商规的 应该是商规的啦 那黑鹰直升机比较可惜就是 当初本来有说要买GAU-19 这个12.7mm的三管 电力旋转的格林机枪 可是好像进来以后也没看到 所以应该是没有买 那黑鹰直升机的驾驶都有夜视镜 所以这算是配备蛮齐全的啦 不过这在各国来讲都是基本配备 那当初陆军是买了60架 那在马前总统的指示之下呢 把其中15架给空行总队 那另外大鹏部长任内才是 也15架拨给嘉义的海欧中队 所以嘉义的海欧中队 就是把原来的蓝色的那个S拐动CR就除一了 所以这就是陆军目前就只剩下30架 UH60M 这未来可能还是要补回来啦 所以我说这一段是给空行的那15架 违反预算法 绝对违反预算法 这也没办法 好所以那这一张照片就是陆军的UH60M 所以你在上面就看到它会有低视度的机号啊 跟陆军啊这些字样 那另外这一张我们可以看到有红色的十字 那这个就是嘉义 嘉义连队的海欧中队 这个就是空军的飞机了 那他这个就是取代了S拐动C直升机的 其实我也觉得S拐动C可以不用除一啦 因为在很多国家这个飞机都还在飞 不过详情的机屋状况可能只有嘉义那边他们比较清楚啦 然后这一架是AH1W超级眼镜蛇 这个在美国是原来海军陆战队在用的 它跟一般眼镜蛇比起来 它多了一具引擎 所以它是两具引擎 特别适合在亚热带热带区域 这种高温潮湿的环境下操作 所以海军当初说 有的飞机不适合上舰 我都蛮怀疑的 那现在其他国家都慢慢的把 这个AH1W升级成AH1Z 这个当然战力提升就很多啦 不过目前看起来 好像陆军也没有钱再提升它 因为陆军好像趁美国之前清仓的时候 采购了十年份的零件啦 所以应该就会一直用到它烂掉为止吧 那大家可以仔细看 它旁边 攜带的就是2.75英寸的这个多管火箭 这是空射的 战斗机可以带 直升机也可以带 那旁边黄色的头 这个就是响尾蛇飞弹 所以它自卫用的空对空武器 是响尾蛇飞弹 它不是刺身飞弹 所以它这个比刺身飞弹大 射程也比较圆 万一敌人的攻击直升机挨了一枚啊 绝对不死半条命 好连它甚至可以打战斗机 所以这不算攻击直升机里面少见的配备啊 好这个是Apaq AH-64 我们是ECOE型 这个在跟美军是同步的 你看它身上带的雷达警报器啊 什么这些一印巨拳啊 红外线报警器这都有 那它挂载的一样 2.75寸的多管火箭 这空用火箭啊 然后再加上地狱火 反战车飞弹这个 那它上面那一颗螺旋桨 悬翼上面那一颗就是长弓雷达 所以H-64在D型之后 我们都称为长弓阿帕器 有陆地神盾的号称啊 它可以印象中是靠着长弓雷达 它可以同时接战16个目标 其实它最多就是带16枚地狱火啦 所以它等于可以同时把16枚打出去 当然不是同时啦 就是间隔很短啦 12345678910这样一直射 连射16枚各自找不同的目标去 那机首的这个光电瞄准仪啊 也非常先进 所以其实美国在长弓阿帕器服役之后 美国就慢慢把OH-58D除役了 所以这个因为它战力太强了 所以一击敌两击啊 我们目前是亚洲 目前有29架 因为原来30架摔了一架 阿帕器算是一个蛮恐怖的存在 所以老共的装甲车 不论重型轻型 假如敢太靠近台湾啊 抢摊登陆的话 大概会被它打得很惨 这个就是OH-58D凯欧瓦 它这个算征收的直升机 可是它也有武装啦 那这一天它带的是武林机枪 所以其实它也可以带地狱火 它也可以带刺针 可是它 因为它上面那个尾顶的瞄准仪很重 加上它又是单引擎的直升机 所以其实它剩余可以筹载的这个动力啊 也一直被大家嫌是比较薄弱啦 那所以在长弓阿帕器服役之后 美军就大量把OH-58D都除役了 我们是因为要用它来替H1W 来导引它的地狱火 所以它还是在我们这边有存在的价值 陆军一样也准备了10年份的航财啊 就是它的料件已经先准备好了 所以美军虽然那边已经除役了 不过陆军也都准备好它后续要用的零件 零副件都准备好了 这一架就是永英高教机啦 当然大家都有不同的评价 那其实你们问我我都会说头就洗下去了嘛 那目前就也都在执行了 所以不会回头了 那目前台东那边船回来的风频也是 当然跟F5比起来是非常的好的飞机 所以大家放心 它这个应该会符合我们的需求啦 基本上这个飞机也漂亮 之后雷虎小组应该在AT3除役之后 就会换成这个飞机了 这个是IDF的双座型 这是战斗机 那可以看到它腋下带着万箭弹 其实也IDF这个它算超轻型的战斗机 跟它同一级的是韩国的FA50 就是之前的T50这个高级教练机啊 没有办法 这个受限于引擎 F16是轻型战斗机 然后IDF又比F16又再小一点 所以其实带两枚万箭弹 然后你看它基附下面还有一个附油箱 然后2亿再配上天剑1短程的空对空飞弹 这个已经是它的挂载的快要极限了啦 不过也由于它挂载万箭弹 所以IDF就具有源头打击的能力 所以下一代战斗机啊 的价值就在这里 就是它是我们国造飞弹的一个载台 没有国造的战斗机 我们很多飞弹都可以不用研发了 那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延伸型 所以新一代的战斗机最好赶快启动开始研发 我说的启动是全面启动 不是现在这样子一两个研究案这样来撑场面了 这是花莲来的F16V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挂载蛮怪的 我要先说 首先它这个AIM-120 它并不是在翼间的位置 其实一般常见应该要在翼间会比较好 可是我不了解 狂军为什么要这样子挂 因为这有震动的问题 所以这个其实有关F16的书里面都有写过 它的肌腹下面挂了电站夹仓 2亿亿根的部分挂了副邮箱 这个它没有挂AIM-9X出来 它是在室内成长的那边有放 可是室外机这边没有放 这个是幻象2000的双座型 它那一天挂了就是MICA 肌腹下面挂了MICA 然后翼根的地方 左右都挂了附油箱 然后在外面就是魔法飞弹 短程的魔法飞弹 所以这个幻象2000 大概会维持这个状态 一直当它处意吧 这后面其实还有蛮多问题要面对 这个是发烟车 烟幕发射车 就是汉马 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发烟器 那这个在化冰营 所以现场两个妹妹是化冰化学冰的 这个是CM11 永虎战车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看到它的车体 M60的车体 那上面的炮塔是M48的炮塔 全车唯一的卖点就是射控系统 可是经过那么多年很多零件也都坏了 所以不晓得目前妥善的状况如何 那这主炮是105mm的悬塘炮 所以是属于北约上一代的主炮 所以你看到这个战车 它本身车体部分没有侧群嘛 就是履带的部分是全部裸露在外面的 然后在这个战车的外观 你看起来都是铸造的炮塔 所以这都是上一代的这个防护能力 所以它连各式各样的基本的现代战车应该具备的 这些主被动的防护能力都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没办法 建军有优先顺序嘛 那基本上还是以海空军优先 那不过我还是建议啦 M60系列的包含CM11、CM12都不要再升级了 就是逐年采购M1来换掉就好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再升级的潜力 这是M60A3 TTS 就是我们跟美军买的二手战车 车体就跟CM11一样 可是它的炮塔 因为M60系列它有修正M48 它的炮塔里面的配置 所以其实M60A3它的备弹 就是准备要可以使用的这个炮弹的数量 是会比M48还要多 它里面的炮架 它可以装弹的数量比较多 那另外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炮塔它比较锐利 就是从正面来看的话 它就是有往两侧去倾斜 就这张照片可以给大家看 那基本上它的射控系统 没有CM11那么好 可是因为它基本上是美军的标准的规格 所以它后续的零件 反而会比CM11永虎战车还要齐全 那当然它们的问题都一样 它们都是属于上一个世代的战车了 它们其实都已经不具备再升级的潜力跟价值 所以我还是建议其实就算了吧 每年买一个银的M1战车慢慢换 总会有换完的一天 你把钱砸在这个其实没什么价值 尤其主炮 你也没有去买人家的授权 你没有办法升级主炮就不用讲 升级其他的东西都是其次了 这是云豹的30链炮版 云豹是CM32 那这个是CM34 在现场就发现 云豹本身的车体就非常的高了 比那个M60战车的车体都还要高 那再加上它上面那个炮塔 真的是过高啦 就是大家的评价也都是这样 就是车重心真的很高 那当然它这个炮本身的性能不错 所以部队的风评是不错的 那车子本身就那样子 所以给大家参考啦 那因为CM32系列啊 它这个叫做云豹一代的车体的数量 目前也已经超过600辆了 所以陆军好像对于云豹二代的兴趣缺缺 所以接下来也不晓得会怎么样 其实我都对我们陆系装备啊 国造的陆系装备都蛮悲观的 长期以来冰工厂就是那样啊 这是雷霆2000多管火箭 现场可以看到这是12枚装的 这是Mark 45 就是它的射程就是45公里 那当然这个车是商用车啦 所以它的强度当然没有军规的卡车好 所以只是堪用啦 希望未来再跟捷克合作啊 我们还会有其他令人耳目一新的产品会出现 那目前雷霆2000还会再有新的真成型出现 那这个我们在飞弹家族那一个系列再来 不过因为我们对于军用GPS的使用授权 我们并没有这样美军的装备才可以用 我们只有商规的GPS 所以我们的精准度是比不上海马斯多管火箭 所以这个就是有人一直在讲说 为什么有雷霆2000还要再买海马斯 其实两个的准度就差很多了 这没有办法这个无能为力 你没有自己的这些导引系统的话 你只是用人家的商规GPS信号 那你就不会那么准啦 这个是复仇者防空飞弹 在汉马车上面 8枚刺针飞弹 左右各4枚 然后右边还有一个武林机枪 然后有跟现场的这个车长啊 士官长闲聊啦 那因为封眼雷达在职战备就没有来 所以就派车子来了 那不过那旁边这一张 下一张这个就是刺针飞弹 在上车之前啊 这是原来他的这个储存盒啊 这里面没有手提的那个瞄准器 那些都没有 这个是纯粹要给车载的 虽然是一样的弹啦 可是手提的瞄准器 那个就是另外一个模组 再套上去而已 这是雄风三行反箭飞弹 那现场的姐妹们啊 就是也蛮就是有问必答啦 不过也都蛮注意相关的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发射架上面啊 那个发射箱排得很密 因为这个熊三它的尺寸比较大 比熊二大很多 不过他们用同一个载具 这个车子都一样 所以只要换发射箱而已 你就掉不同的弹上去就可以直接用 所以这个车还蛮大的 这个是熊三的后面 所以可以很清楚看到 它这个油压住厨啊 要放裂 不过有朋友留言说 那地不平怎么办 不会怎么办啊 它有自动平稳啊 自动水平的装置 所以这不会有问题 大家放心 它一定会放平 它才有办法用 那这个就是雄风二行反箭飞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同样的发射架 那雄二因为它尺寸比较小 所以它两个中间的间隔就拉得比较大 你可以发现它们的发射车一模一样 所以只要放不同的发射箱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35快炮 就是德国莱因金属 它下面的子公司 瑞士的奥利康 它的一个全球知名的产品 35快炮 35mm的双连装快炮 那我们这个型号是GDF 从原来的001、002提升到006 GDF006 就是你看它炮口有两颗像罐子一样 那个就是一个RFID 那个形式的线圈 所以它有一种ahead 就是可编程的炮弹 当它打出去通过这个线圈的时候 它就会把目标的距离 把它用无限的方式传输进去炮弹 那炮弹呢 飞到目标的那个附近 就会进发引信 就会引爆 所以这个算是35快炮最新型才会有这一类的设计 所以你看各国的35快炮也都几乎有升级 少数国家没有升级 那留意的是老共 中国大陆它有买授权 所以呢它有非常多的这一类的快炮来部署 所以我们空军其实不太适合啊 用以前传统的低空近袭的方式啊 突入中国大陆 因为虽然它地很大 可是它的这一类的快炮武器也非常的多 这35快炮基本上你被它雷达抓到啊 很难幸免于难 超难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留意啦 那这个时间因为也很久了 台湾在买的时候 是在1980年代初期买的 而且我们那时候天兵系统 一开始是透过新加坡去帮我们买的 买了当年叫24台吧 24台的雷达 就是大概是一台雷达可以带两个炮 当初大概是这样子的配置 现在不晓得了 那这一次升级是在2009年的时候 用天武器号的这个计划来升级的 所以从GDF-001或002的型号 升级到GDF-006 可以用可编程炮弹的这个炮弹来使用 所以觉得空军跟陆军可能可以整合一下 然后买授权吧 然后来大量配置我们的野战防空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不然的话我们野战防空其实真的很弱 那这个就是三五快炮的雷达 天兵雷达 这中科院当然可以做出同等级的 可是会有别的问题 所以我还是建议 买东西买一套 不要买半套 这个是天宫三型防空飞弹 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发射架是垂直立起来的 它立的方式其实蛮特殊的 跟我们一般常见的防空飞弹立起来的方式不一样 那因为它是垂直的 所以这个特征很明显 所以你看到垂直立起来就知道是天宫三 那目前天宫三是具备 某一定程度的反飞弹能力 所以当然有人称它说是台版的煞德飞弹 可是其实它没有打到那么高 它跟煞德比起来它的高度仍然没有那么高 所以这个还要再持续观察 不过天宫三的普及 它目前主要在阶梯原来英式飞弹 它扮演的角色 所以它具有机动占领阵地的这个能力 所以天宫三的普及其实是好事 而且能够尽快取代工一跟工二的话更好 不然工一工二它那个雷达阵地是固定的 就比较吃亏 开战的时候可能存活率就偏低 那接下来这一个就是爱国者防空飞弹 而且现场摆的是PAC2 爱国者2 那爱国者2跟爱国者3 在外观上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你看它弹比较大的就是爱国者2 那爱国者3就是同样那个位置 它一个发射箱可以挤4枚爱国者3 所以假如是现场摆的假如是爱国者3的话 那就会可以你看到8枚排在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蛮好来区隔的 那我有跟现场的士官长稍微讨教一下 其实他们现在爱2爱3都是混在一起 所以他们也跟我们刚才讲的熊2熊3一样 其实他们都是混着用 当然有些目标适合用爱国者2去打就可以了 那假如真的遇到这个像飞弹来袭或怎么样 它就会用爱国者3去打 所以他们现场的选择都蛮多的 这可以看它的后面 可以看它接这些讯号线的位置 因为假如是爱3的话 从尾巴也可以看得出来 同一个发射箱它可以塞4枚 就会很明显有4格 所以也可以从这边来辨识 这个是空军官校的初教机 初级教练机T34C 这个探墙一直在说 要来研发初级教练机 看起来空军没有很认同 因为要花800亿来研发初教机 然后假如跟国外买现成的600亿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听说空军已经买了10年份的T34C的零件了 所以初教机不会那么快启动 就是要替换的话 所以汉墙还是及早啦 集中火力在下一代的战斗机可能会比较有可能 这一架是台南来的 这一架飞机其实蛮有名的 因为它的尾翼、齐尔非常漂亮 这个IDF这架是单座机 可能比较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 其实台南跟台中 他们在天剑1的配置上面不太一样 那目前看起来台南这个好像是 应该是AIM 9M还是9L 好像是9M 所以它配的是响尾蛇啦 那基附下面带了两枚 天剑2的中程主动空对空飞弹 所以这是台南的蛮标准的防空型的挂载 这一架也是花莲的 花莲的F16V 所以它这个配挂的方式一样 它就响尾蛇飞弹再配上AIM 120 然后基附下面再挂电子干扰夹厂 那要怎么样分辨它已经升级过了 其实你看基比雷达罩就知道 升级过之后因为AISA雷达它本身要透过这个基比雷达罩的关系 所以它不能像以前一样用深色的涂装啦 它要涂什么是有限制的 所以其实外观上从这里来看就比较容易区别啦 不过目前几乎都升级过了 没有升级的很少 那这是新竹另外一架幻象2000 那我刻意拍这个角度就是要给大家看说 幻象2000它在它的基翼 主翼的翼根翼梢还有它的垂直尾翼上面 你可以看到垂直尾翼的翼根跟翼梢 其实它都满满的电战天线 这也是为什么空军一直很犹豫要把幻象2000除翼 这个翼堤一直在延后的原因就是 就像空中巴士的飞机一样嘛 欧洲设计的战斗机啊武器啊都很人性化 当它被雷达锁定的时候 幻象2000它有一套全自动的电子防护的装置 它会保护它的战斗机 所以它在电战方面 像它就不需要另外挂电战家畅 但它上面的设备都慢慢老旧了啦 它的系统的效能可能没有刚接机的时候那么好 我说那么好的意思就是 可能之前雷达侦测范围有100公里 那现在因为经过了20几年 它就衰减变成只有六七十公里 我只是比方啦 所以这种零件的老化的问题 才是未来的隐忧啊 不过飞机本身的设计确实是真的不错 所以希腊的幻象2000才会 遇上土耳其的F16的时候 完全占上风也是有它的理由 不过现在F16功能更强大了 这个是碧琪1900空中霸王系列的飞机 那在我们这边都是用行政专机 可是其中有两架我们有把它改装成航测机 就是它专门在飞协助地面各个雷达站 来校正它的雷达数据 所以它才会漆成橘色的 那最后这个是AT-3高级教练机 这个当然AT-3也慢慢的过几年就要除役了啦 不过这还是一架非常好的飞机 所以这在台湾的航空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其实非常的漂亮跟可爱 好啦 那有关这一次航空嘉年华的成展 我大概介绍到这里 因为它那个另外的那个在敞篷里面那个啊 位置因为太远了 然后走得有点累 所以我也没有走到那里 不过它的那个相关全套的配备啊 它就展示出来 这就看其他媒体的报道 然后主要是让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的装备 让大家认识一下 所以我们这个频道就是提供入门的 还有爱思考的 然后我们大家交流一下意见 那假如意见不一样呢就互相尊重啦 那你也不用强迫我接受你的观念 因为就像现在还是有人来炒 微型飞弹突击艇 你喜欢就去继续支持就好了 然后可以认同我的观点的人 听得懂就会接受就这样 各自拥护自己的意见啊都OK啊 反正台湾就是意见自由的地方 只是我要提醒啊 我都已经解释的这么仔细了 假如你还不能接受我的想法 显然我们磁场不合啦 你可以到别的频道去真的 这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强迫人家 就像在大学授课啊 这个明明就跟他讲 这个财务管理里面我们要怎么样 还是策略管理里面我们要怎么样 会比较好 那他就偏偏不接受啊 就一定要往那个死胡同里面跳 那也没办法 好啦原谅我这么直白啦 我这个人就是不太喜欢做作啦 假中立啊什么那个我办不到啦 我这个人爱恨分明啊 这个有很多人实在太假了 不要把商业上的那些行为弄在军事上 因为啊军事上是会出人命 那很多人一直在讲什么 微型艇啊无人艇无人潜舰啊什么 那个东西都需要按上设施 你跑得了河上跑不了庙 那个草那个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啦 那你们就一直以为只要有装备就可以用了 其实没有啦 天底下这么简单的事情就好了 那个船那么小乘风破浪啊 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 你有上过船你就知道了 你没有上过船 你一直觉得小船可以 你冬天的时候你就去坐船坐坐看 好这个我们有空再聊啦 航空嘉年华这个下次不知道是哪个基地会办 那台中这一次刚好我们有地利啊 就比较近 所以当然就去看 下一次在别的地方 像花东啊 那个人就会少很 因为交通真的不方便 当然啦不要再责备空军了啦 出了基地 那个就不是他们可以负担的了 然后有些也不在他们的势力范围 那也太责难他们了啦 好不好 大家开心就好 不然你要去日本看航空记吗 还是要去新加坡 看那个航空展 那个更恐怖好不好 而且那个大小眼更严重 你不是要买 真的跟人家买军火 人家不会理你啦 不会有人跟你这么热情的介绍啦 所以看到自己国家的 像雷虎特技小组 我们有雷虎特技小组 有的国家还没有勒 而且亚洲第一个特技小组 就是雷虎特技小组 所以我们有空再来聊这个问题 希望还有时间 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